大肥安天下 抖音一段新闻 一个叫做天立老张的中国女人 两个礼拜前在抖音上高发短片 展示她在三年前购买了一座日本的小岛 上高的风景短片马总面积 约70万平方米的屋 在那霸岛日本冲城最大的无人岛 这个岛被分割为220块土地出售 天立老张在2020年3月扣得其中60%左右 就是177块土地 就是它是大地主 这个引起了中国很轰动 甚至中国的《红星日报》马上去访问她 这个不是第一次 就是好像之前我跟大家做节目讲过 其实北海道很多的地方已经是中国的企业 或者中国私人所享有 甚至在北海道 或者在冲城的美军基地附近 机场附近都有大量的美中国的人在那里购买了 无论你说是做农业或者做一些产业 甚至做民宿都好呢 这个也都在三年前令到整个日本 日本很紧张 因为它只要建得几层楼这么高 它就可以直接这样看完整个日本的军事基地 当时迎来了一波反弹 但是日本政府都还未能够搞清楚这个状况 没有以国家安全为重要 因为它觉得日本太过集中化就在东京 当人口老化的时候大量的怨振成 人去留空 这里也都有一件事是发生的 就是很多人基本上有些物业 子女已经搬去东京 老人离开了 只要你肯买 你肯给一些公用的费用 有些地方直接将楼都送给你 为什么呢 因为维修需时 所以也都是要钱 既然都没有人住了 对于当地的政府 只要你有人在那里 有些人气 甚至只要能够将物业 出手 都不介意 所以的条件极低 事实上 中国大量的移民 而去日本都会打这些地方主义 譬如好像有些人在那里做创作 有些人拍短片 这些人或者做 各类的自由工的人 很多中国人都会选择这些地方 贪生活便宜 地方大 而在家工作是比较舒适一点 但是对于国家来说 如果一个岛 是落在了中共手上 或者在第二个国家手上 那它在上高 做军事基地也好 或者做任何的探测 你都没有办法 去阻止它 因为它是土地是有永久的拥有权 不单只是这样 土地的上空都归来 土地 地下支援 地下水都归来 这样的话 如果真是一旦 是中日爆发战争 这样 这些就会成为了中共的据点 甚至现在都可能成为了一些私人 卖了之后 接着转售给中国的国企 有军事的目的 这件事再次引起了日本很轟动 中国很轟动 那究竟日本怎样做 会不会即时禁止 或者收回 或者强迫你 卖回出来 看不到日本政府 现在有这种勇气 因为政府来计 土地的财政收入也好 就是说一些多了人来居住也好 每每都是现在日本 日本要想的东西 尤其当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和萎缩 过度的集中 这些岛也好 村镇也好 他们极衰一帮年轻人 或者第二道来的也好 注入一种新的活力 新的同力 其实 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 只不过中国的扩张 是被人家看到 很有侵略性的意思 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最终分享 订阅科金看广告 可以的话 加入会员和毕财 代表安天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这样下去的话 即是可以买气冲城 拜拜